你今年要特别要注意跟家人相处的关系 再来呢你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想要有孕育下一代啊 有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在这里出现的时候呢 你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啊 这里出现的时候啊 特别是女生吼 你在怀孕的时候你要去做好安胎这样子一个事情 好接着我们来谈啊 关于呢今年你要怎么去掌握你的这样的一个机遇 这掌握这机遇呢它谈到什么东西 可能掌握你的梦想啊 掌握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啊 或者是拓展你的影响力啊 拓展你的分量啊 拓展你的话语权啊 这全部都跟今天一颗星药有关系 今年啊不是今天 破军星号 它是一根跟梦想有关的星药 那它在今年呢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影响 它在今年产生的影响呢 是化全的影响 那化全它谈了什么东西呢 它对破军星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态 掌握嘛 要不然其实很多人呢梦想的状态是什么 梦想的状态你需要有本钱 你需要有背景 你需要有足够的思虑 还有呢足够的累积 可是破军呢 它会让梦想的心要变得比较务实 因为当我想要好好掌握一个 我想要完成的事情的时候啊 它的扎实程度就会出现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固然是有这样的状态 可能问题是说有时候当你很想要掌握的时候 是不是很容易会忽略一些周遭的环境 是不是适合你现在去坚持这样子的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破军星呢 今年呢 你拿出你的盘 对应一下呢 你的破军星在这些位置上面什么样子的位置 我可以给你一些什么样子的提点跟建议 首先呢 当你的破军星如果出现在你的子午位上面的时候呢 今年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创业的冲动啊 或者想要掌握自己财源的机会啊 乃至于有一些投资的行为发生啊 可是这件事情适不适合呢 它其实最后都要回归到 你有没有足够的资本 或者说你有没有足够的风险承担能力 那如果说你的破军星出现在你的丑位位上面呢 这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你今年要特别要注意跟家人相处的关系 再来呢 你有可能会有一些想要有孕育下一代啊 有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在这里出现的时候呢 你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啊 这里出现的时候啊 特别是女生 你在怀孕的时候 你要去做好安胎这样子一个事情 那如果是在隐身位这边出现呢 你可能在工作上面特别的有冲劲 你有一些你毕业了很久的梦想 你想要去达成 可是一样 要注意一下周边人际关系的掌握 那如果是出现在你的毛友位上面呢 这个位置上面呢 这个东西呢 你今年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憋屈 因为在你的胸偶线上面 仿佛似乎好像你的同才呢 取得了比较可以掌握这个领导的地位 那你自己呢 又不想要落于人后 可在这个时候 我给你一个转念的想法 有些时候啊 正是他取得了这样的东西 让你有一个可以跟他合作好好的机会 合作可以共赢 未必要在这个环节之上呢 去产生任何的争斗 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如果你准备好了 那你想要去突出 那自然铃铛别论 注意哦 关键是你准备好了没有 还有你的风险承担能力 那如果是说今天呢 你的这个破军星呢 对应你的盘 它始终出现在你的这个 程序位上面的话来讲 你要去注意你各方面都有这种想突破的状态 那各方面如果方方面都想要突破 去独占凹头 去占有这个领导的地位的时候 有时候是不是要去注意说你有没有一些目标的筛选 让他比较精准的一个部分 至少挑一个你的把握程度 跟你的资源比较丰厚的领域去做这样的事情 最后呢 如果是出现在你的四害位上面 你的破军星出现在这边 你在跟长官啊上司啊 在协调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 不要去充犯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禁忌 那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 除了不要去充犯到这样经济的话来讲呢 你也要去注意身体的保健 因为你可能太专注于自己的目标 而忽略的对自己的照顾 要注意身体是一切事物的根本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他跟掌握他 那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来讲呢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看到的话来讲会做适时的回复 谢谢大家